那给爸爸喷一下 喷一下 还没喷着呢 哎 继续喷 再喷一下 好 爸爸洗手 哎 喷脚啊 那你喷吧 来 这边我喷一个 你喷到鞋子上去 要喷这上的 喷这上的 喷脚上 对 喷脚上喷这 好嘞 那再把手上喷一下 好嘞 爸爸消毒 喷完了吗 衣服上喷了没 衣服上喷了 衣服上喷了没 OK了 把鞋子上喷我们去菜园 好不好 帮你衣服拉一下 走 走 我们去看看有没有 我们去看看有没有西红柿 好不好 我们去看看有没有西红柿 好不好 有没有啊 有没有西红柿啊 呦 咪咪在这呢 嗨 咪咪在睡觉 这个是不是红的 嗯 哇 这还有一只咪咪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剪下来 去把那个剪下来 嗯 去把这个拔了 嗯 去把这个弄了 去把这个弄了 嗯 去把这个拔起来 嗯 去把这个拔起来 嗯 去把这个拔起来 嗯 把那个拔起来 嗯 把那个修饰给它弄起来 嗯 哎呦 爸爸的脚 破皮了 你要不要去 去把他拔起来 嗯 去把他拔起来 嗯 去把他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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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真棒 哎呀 真棒 哎呀 真棒 我还来了没有 你快来了 嗯 哪还有 哪呢 妈妈打这回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菜园 我们在这边也是有去超市买一些菜 但是买的不是很多 我们平时也就是超市里头买一些牛羊肉啊 洋葱啊 什么的 一些调味料什么的 有些菜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头自己种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园里头的种的些什么东西 和今天介绍一下我们这栋房子的历史吧 你看我们这个菜园里头基本上西红柿什么的 这个是姜豆啊 这个是姜豆 它刚刚是开花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就是现在不是应该很冷吗 但是为什么你们穿的这么少在非洲 是因为我们的季节和国内是反的 国内现在是冬天 你们最热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冷的时候 有的人会问非洲会不会冷 其实非洲是会冷的 你们最热的时候是我们最冷的时候 你们最冷的时候是我们最热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 我们也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我们看这边种的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香菜 但是香菜夏天长得不好 这个季节不好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小油菜吧 那有一点空心菜 但是空心菜长得也不好 你看我们还有这个是青葱 这个在这很难买到 有一些白人的超市可能会有卖的 但是黑人的超市就很少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就基本上没有的卖 这个是韭菜 这个韭菜可有些年头了 这个韭菜应该是我爸 我不懂是 韭菜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的 只要管浇水或者是 它不会死 就是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 很大的精力去管理它 它会长得特别的好 就不会死 这个韭菜就有十几年的历史 我爸应该是零几年吧 从国内带过来的 就带了几颗这样的小根 然后自己就长起来了 这个是一个浇水的装置 我们把水打开了之后 它就会这样由水甩出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怎么浇水的 来 琪琪把水打开 把水打开 你把水打开 我们把这个水打开 你看 我们把这个水打开 看到有没有水出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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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这我们平时就把这个水 有时候会打开一下 浇浇水 它就自己就浇了 这边种的是 这是什么 这我不知道 还没长出瓜来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姜豆 这个也都是姜豆 这边的姜豆在夏天长得特别的好 然后这个是生菜 你看这是生菜 这生菜已经老了 我们应该掐叶子吃 但是这个很老了 小的时候应该是这么小 这么小 好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菜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好了 出去了 我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边的煤气罐 在国内的煤气罐都是小瓶的那种 这边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很大的 这个是 这应该是 多少公斤 48 44.75公斤 这个是35.3公斤 这一罐气大概是 这一罐气应该是950块钱 也就是和人民币的话 695百 540 560块钱 570块钱左右 我们有两个罐 他们这罐是不要钱的 就是你第一次买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罐去 去罐这个气 然后不管是大罐还是小罐 他们那种特别小的也有 18公斤的还是多少的 也有 反正每次你都给他一个罐 然后他把这个 再给你就行了 也不用再收你罐的钱 他把你的旧罐给拿走 我不知道国内是什么样的 国内是 国内好像现在都没有了吧 我记得我想说用过 现在都没有用过 我给顺便给大家 解密一下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那个锅 乃琪琪到这边来 琪琪到这边来 过来 这个大锅是我们以前 这个锅有多大呢 这个锅 这个锅 这个锅我可以躺在里面游泳 这个锅特别大 这个锅大概有个两米多 很多在国外的华人可能会知道 但是我们不 国内的人可能不知道 而且在国内好像这个东西都不让装的 这个东西 琪琪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东西是啥 你知道吗 这是啥呀 这个是卫星锅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以这个点为中心 看着天上的某一个点的话 有一颗卫星的信号刚好是发在发射到这个上面 就是从天上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弹射到这个里头去 就是这个里面 弹射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有一根线到我家里头 然后在 然后在家里头呢就有一个 解码器 中文叫解码器 我们这边叫decoder 可以看电视的 你们看什么呢 能看中央四台国际频道 高清的还是算是高清的吧 或者是普清的 以前的话就是大概是从九几年一直到零几年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那个 那个特别特别大的那一个 然后后面那个卫星 就是卫星它是这样的 它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国把这个电视的信号传到卫星上去 然后它通过卫星实时的传下来 就我们在非洲就可以看了 但是后面因为这个 可能是他们租的关系吧 就换了 就换成了 我们现在看的是哪一个 就换成了这个小的 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不用那么大的锅 用这个小锅 就可以看电视了 这个呢是我们看当地的台的 我们当地很少看啊 就是有 就是有 有时候会看 但是很少会看一些 我不确定是这个锅 还是这个锅 是看中央四台的 但是基本上就这两个锅 我们家里头你看都有很多的线过去 好吧这个就给大家解密一下 这个在国内是不允许的 然后在这边也是可以装的 机器过来了 你又在玩沙子 走把那个放下 扔了 走 我们到院子里头去 好 院子里头去 好了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房子的问题 这个房子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之前买这一整套院子 的房子 这个就是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 就是两室 没有厅 一个 一出一位 就是两个房间 如果是夫妻两个住的话 没有小孩的话 就是 这边是可以坐卧室 或者是那边坐卧室 一个 一个卧室 一个客厅 如果有小孩的话 就是两个卧室 然后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 我们在地上铺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石子 这个石子的作用 其实就是 因为这边是沙土地嘛 铺了石子之后 夏天这个石子就很烫 很烫的话就不会长草 所以你看院子里头都没有什么草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盖的墙 然后这后面 你看这些垃圾 都是我们开店里头剩下的这些 就是那个店里头的架子 我们拿来做这个围墙了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边住了很久了 我爸这个院子应该是 这个院子应该是我们 零四年 我不确定 零七年吧 我也不确定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吧 零几年买的零几年初的时候 零几年吧 买的这个院子大概有七百多个平坦 就我爸说有七百多个平坦 因为这边和这边过去的话是 二十多米 然后这边有三十多米 和七百多平坦 你们看这边有三个门的话 就是盖了三套房子 那边有一套房子 这有一套房子 还有这有一套房子 我们自己住的就是这一套 然后那边有一个车库 车库我们很少用 我们就在里头放了一些东西嘛 我们从屋里头也可以进去 从这个屋里头也可以进去 然后从这也可以进去 但是这很少进去 这我们基本上就不用 以前以为会买一个小车什么的 或者搬货什么的 有些货放在家里头嘛 比较好放 但是现在没有用 所以就没有开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套了 里头有两个房间 一个客厅 两室一厅 一出一卫 然后黑人的跟我们的格局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医院里头有四套房子 之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住的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是我们最开始住的 后来我爸把这边建起来之后 我们就住这一套 然后把剩下的三套给租出去 这里头 这个房间里头有两个黑人在住 我们租他们大概就是 我们租的特别便宜 我们比其他人租的多便宜 像这种房子在这边的话要租 像这个房子大概要租 18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就没有水 就不包水不包电 很多黑人住的房子是没有水没有电的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租的每一套房子都有水有电 这个对很多黑人来说是很奢侈的 然后他这个不仅有油水有电 还能洗澡有热水器 还可以看电视 有这个锅嘛 以前我们自己装的 现在给他们用了嘛 后面那套小房子就是1800一个月 大概合人民币的话 就1800 这个房子的话 是如果是在外面黑人住的话 是2500人民币一个月 那就是说这套房子 我们可以租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5000就是5000加1800 这一个月大概有7000块钱人民币啊 然后我们自己租一套是不需要钱的 然后你还有这么大个院子 大家要知道这是在非洲 然后在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小城市 很小的一个城市 能租个7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你自己不用掏钱吧 看看房子的后面吧 一直来回跑啊 就是想给大家看清楚 你看那个 那个房子的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就是洗澡的热水器 每家每户都有 每家每户都有 这都是我爸亲自弄的啊 你看这个菜园 因为夏天很热嘛 我们就在上面搞一些这个隔热模 就不会特别热 你又去玩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玩了 琪琪 你去前面看看妈妈在干嘛 妈妈是不在吃好吃的 去看一下 快去看一下 花椰 爸爸走了 然后说一下这个院子 我们买来是多少钱吧 这个院子 我们当时就是这一套房子 就只有这一套房子 买回来的话是 7万块钱 7万块钱和人民币的话 和现在和人民币的话就是 六七 四万五千块钱吧 就是什么都搞定的话 四万五千块钱人民币 全部买下来 然后我们租这些房子 大概租了十几年了 租金什么的早回了 该房子成本也基本上都回了 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交租金 这是很重要的 这买房子跟国内不一样 这你买了之后 这个房子是你的 这个地也是你的 即使你是外国人 这块地也是你的 这个地上会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这个是一个永久的产权 就是如果我不卖的话 这个地一辈子都是我的 我爸传给我 我传给我女儿 我女儿还可以传给别人 这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咱不说国内不好啊 就是说 这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块地 它一辈子都是我的 如果说政府要在这盖个什么的话 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它是不可以拆的 是没办法拆 这顶打头的这一套房子 我们是租给印度人 也是在这开店的 然后 这中间这一套房子 是租给带 这个钻石矿上班的 这租了好几个国家的人 这 印度人 黑人 中国人 还有当地人 住了很多人 然后这个印度人跟咱不一样 印度人就是女的 基本上就不出门 我 我在这住了半年了 我都没见过他们家的这个老婆 他永远不出来 他永远在家里头待着 你看这边下午就比较凉快了 然后今天是感觉要下雨 有很多人会说啊 非洲下不下雨 非洲下雨啊 今天就感觉要下雨 但是不确定会不会下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总体的介绍吧 拜拜一个 这样拜拜 招个手 你会不会 你说我会 我可聪明了 拜拜 对了 拜拜 再拜拜一个 这样拜拜一个 拜拜一个 你看这里头 拜拜 半个尖子掉下去 拜拜一个 冲着这里头 拜拜一个 拜拜 你看妈妈 这 拜拜一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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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